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一些运营商在推销这种APP的时候 总是存在着过度索取顾客个人信息 乃至隐私的这种嫌疑 那么针对这个问题 那么相关的部门最近是下发了一个征求意见稿 就是针对涉嫌过度搜集顾客信息的这种标准 做出了一些详细的规定 那么这个征求意见稿有没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今天就讨论一下 首先了解一下这个征求意见稿的详细内容 征求意见稿列出了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七种情形 包括没有公开收集使用规则 没有明示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 未经同意收集使用个人信息 违反必要性原则收集与其提供的服务无关的个人信息 未经同意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 未按法律规定提供删除或更正个人信息的功能 侵犯未成年人在网络空间的合法权益 针对上述七种情形 征求意见稿有进一步的详细规定 例如APP没有隐私政策用户协议 有关收集使用规则的内容 晦涩难懂 冗长繁琐 利用用户信息和算法定向推送 新闻广告等 但是却没有提供终止定向推送的选项 捆绑多项业务功能 一揽子征求用户同意 如果不同意 则不提供任何单一服务等等 都算作违法违规行为 其实针对相关商户 过分地索取我们个人的一些信息 这个问题已经有一些年头了 而且之前根据我们了解 在征求意见稿之前 相关的法律法规出台了好几个 但是感觉效果并不是特别明显 于是有人就表示担心 比方说老兽你觉得 这个征求意见稿 能不能够把过去存在的一些问题 或者是漏洞比较好的解决好 给弥补好 我今天早上看了之后 我还真的非常详细看了一下 因为我刚好身边有一些小年轻人 我们经常也在探讨 他们也设计开发一些APP 然后我看了一下 很专业 这一次这些相关部门 这些条条方方的几大条 罗列的非常专业 我看了很开心 而且确实感觉他们有一种 好像要动真格的这种趋势 很负责任 到了中国出完午饭之后 我又冷静一想 是不是也太专业了 它里面的一些专业名词 我想 你这个意思怎么反而生疑了 怎么着 不是 我是想 好的东西 但是它是不是真的能够实施 因为我想 我这些专业名词 我一看我也懂 但是像其他的使用户 像我爸我妈那一种 他们就未必懂 对 何为什么过度索取 他不懂 那么这就来个问题 我想相关部门 如果真要做这个事 他要达到他要的目的 那第一 法律上是不是有很强力的那种支持 第二呢 就是用户呢 是不是真正能够理解 比如说我被过分索取了 我找谁去申索 他这个平台有没有 他能告诉我找谁去投诉 对不对 那还有一个 我妈如何知道 她被过度索取了 他们家的人牌号 她的地址 甚至她老公的电话号码 等等的 他怎么懂 老人家可能不太懂 对 是不是 但是商户懂了 不就是抓住了一个矛盾的主要一点吗 那他要 他现在就是要杜劫这种 那杜劫的话 你如果没有指定的硬性的部门来检索 那么只能靠很大一部分是我们用户受到侵犯 我们来检击来投诉 对不对 那么我们不懂受伤害 我们找谁说了 对不对 这个水杂你觉得这个怎么样 我觉得在说这个之前 我想说每一个人其实上 我们都已经被个人信息贩卖了很多遍 经常接到电话说 你要干什么干什么 就想说我在某个APP上 可能前一段时间刚说 我还学英语 然后就打电话来了 其他你没注册的也有了 但事实上呢 其实在这一些规范之前 我们国家的法律呢 已经有规定对个人信息贩卖等等 是有做出处罚的 比如说在这里 我就要给几位普及一下 比如说作为违法犯罪提供个人信息的 那肯定是也是犯罪的 第二个呢 就你涉及到贩卖我比较重要的信息 比如说我的这个通信的内容 或者说我的财产的内容 那50条信息就够行之处罚 就已经够成犯罪 对 那其他的一些记录 可能说我的导航信息啊 或者我的健康信息 那么这个1000条 500条这些也都构成了 还有一种呢 说我100条500条 什么都够不上的时候 那么你只要拿这些信息 5000块钱获利 你也就构成犯罪 你的意思是说 就是身关的法条 所以这些其实是有的 有标准 是的 包括有些人讲 我是做合法生意的 我买了信息之后 我没有非法获利啊 或者干嘛 我比如说 我就是为了推销一个产品的时候 那么你5万块钱获利 也是违法了 这说明什么 就是我们是有这些规范的 只是说这些规范 有没有严格的去实施 这些几个部门的 这个APP的处罚信息 我就想说 其实我们只要 把某一个严重的 危害到我们个人信息的 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 一个APP的这么一个开发 或者换卖信息的 这么一个公司 我们不要说是重罚 只要是依照法律规定去罚 有一定的影响面 我相信这些公司 都会自己警醒 比你这些什么信息好用 一句话就是 过去有过类似的规定 如果是你要是达到一定数额 是应该追究你的法律责任的 但是都好像没有挡住这个漏洞 现在凭什么相信说 这次能把漏洞挡住 显得有点悲观 沈月你怎么样 我补充一下 我觉得挺对的 就是这个违规认定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它就是一个信用评估 对不对 但是光评估其实不够 它中间少了一个桥梁 我们要跟执行挂钩 所谓的执行是什么呢 就是说当我有关部门 评估了你这家互联网公司 你的这个产品 是保护隐私的 隐私是合格的 那么OK 我就给予你一个 类似于市场准入机制 如果你不合格 那我必须要跟相关的法律挂钩 要取缔或暂停你的市场准入机制 怎么说呢 最简单的就是说 将来这个认证要成为强制认证 如果有企业有产品 没有通过的话 你的APP必须在一定期限内 直接下架 一票考决 从各大的这个APP商店中 直接下架 给你30天整改 给你15天整改 你要整改不好 你就永远别上架 必须有这种强制的法 法律的效令才行 对不对 但是认证是什么 认证就像这种APP的驾照一样 对不对 你考到了 那么OK 你必须持证上岗 考不到是根本不能开车的 我们必须要这样来看 那刚才那水侠的意思是说 不单单是要追究这个 相关商户的一些 负责人的法律责任 对商户是不是也有一些整改 乃至关停的一些处罚在后面 对 就是要有这种处罚 应该有吗 但是现在比较少 导致了一种什么现象呢 我们去看一个简单的调查 中消协在不久前做了一个 叫做100款市场上 APP的隐私评估 最后结论很惊人 是92款涉嫌隐私不合规 都不合规 过度收集用户信息 其中甚至有34款APP呢 它根本就从一开始设计的时候 就没有考虑隐私条款这件事情 完全抛弃在外 那就是说 九成以上的不合规的APP 还在使用 还在使用 所以我们的认证 我觉得怎么能让它有效 就是以后让所有的100款中的 所有100个产品都认为 这是最基本的驾照 这个照拿不到 你就根本别想上市 别想给用户用 但是你说的那90几款里面 按照我们新闻披露是 其中有31款的 是严重危害到个人信息的 那么有关部门也要求它整改了 至目前为止 整改情况如何 也就是大部分企业都没有整改 因为你没有处罚 你只要求你整改 我不整改 你又怎么样呢 而且类似的情况 我们也经常会听到 要求相关的部门去整改 企业去整改 但是整改最后效果就正怎么样 然后后面就语焉不详 不知道到底怎么样 可能整改了 也可能整改效果并不是特别好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自己就着这一次趋势 先设立自己先开发 委托第三方案开发一个APP 专门来让人家减几投诉的 你很简单 你都超过5000了 全中国用户那么多 只要有5000人对某某的一个APP提出他的投诉 他马上介入调查 对不对 调查期他先给你一个企业的通知 你已经进入调查期 那么你如果自己不去配合的话 那么经过调查期之后 我就要有一个冰冻期 那你再不行的话 对不起 我就让你下降 有一套比较成型的 这才是能有效 说了这么多 可能很多朋友并不是特别理解说 为什么很多这个APP的运营商 这么热衷于搜集我们顾客的个人的信息 为什么呢 其实简单粗暴的讲 就是这里面有利益的驱动 我们来了解一下 数据的多寡 直接关系到互联网企业的资本估值 这些数据包括消费者的隐私信息 或个人信息的集成 比如财产收入状况 居住地址 年龄 消费偏好 每日活动轨迹等等 获取的消费者信息越多 绘制出的消费者画像就越是精准 进而实现精准广告 推销等商业利益 更为严重的是 很多APP在获取了用户数据之后 或者是因为缺乏有利的安全防护 或者是为了获利主动将用户信息 扩散到其他平台 造成个人隐私的进一步泄露 其滥用 但是不允许企业获得消费者信息 或片面强调消费者个人信息权和隐私权 企业就无法开发适合用户使用的APP 及其他程序 压抑APP开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这个短片的最后一句说到的一个关系 就是说一方面是我们客户个人信息的安全 包括我们那些隐私 同时这些APP的这些商户 他也要搜集这些信息 来作为自己盈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那这两者当中好像有一个矛盾关系存在 究竟该怎么来平衡 一方面保护你的信息安全 同时相关的企业积极性也要扶持 这个老受你觉得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不可调和的一个矛盾 作为企业它追逐利益最大化 这个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那么作为个体的每个人 又追求自己的隐私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 这永远是相悖而辞的 然后我想到这个事情 想到之前前几年有一个 我们非常大的一个快递公司 原来打算有一家非常大的平台公司 要入股对不对 然后结果就是因为这个信息的导入 谈不合而终止了这个入股的协议 那么这就显示说 我们的信息随时不单单说 我们自己不给 有时候你这家公司直接被卖给 另外就被保护 那请问这种保护的话 又是合法的还是不合法 是不是过分的 对 其实我觉得老师 我们说的这个保护企业的创新能力 保护企业的积极性 这个其实这个说法就是一个传统思维 它根本就不是互联网思维 互联网企业绝对不缺创新 这个咱们可以放心 互联网企业我们看现在的独角兽企业 还是这些一家独大的企业 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速度去推广他们的产品 对不对 他们每年有多少的创新在里面 这个咱们不用担心 反倒我觉得对于这些特别大的 发展特别快的企业 反而应该众家监督 为什么要众家监管呢 我们可以举一个最近的一个例子 因为谈及这个互联网领域的这个隐私 不得不提全球最大的一个案件 就是联谱公司 联谱公司的话呢 它这个 以前是一直被用户是起诉的 对不对 因为说它保护不好这个数据嘛 但是去年它卷入了一个大事 它涉嫌把5000万用户的数据 不小心没有保护好 不小心被英国一家叫剑桥数据的咨询公司挖走了 当然是非法挖走嘛 偷走了 而且挖走以后就有媒体爆出这些数据 可能涉嫌向特朗普的竞选团队提供了支持 那这是个大事 这事是大事 对不对 这是个大事 那么它现在面对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呢 去年联谱公司遇到这个事情以后 股价大跌百分之二十几 二三十 今年又蹭蹭蹭暴涨 到今年第一季度 他们做了一个惊人的事情 在一季度核算完了以后 直接留了三十亿美金的现金在账上 为什么 他们这笔钱专门用来应对 美国贸易委员会的处罚 这还只是在美国 在欧盟据说GDPR 也就是叫一般数据保护法出台以后 也要对他们进行起诉 可想而知 但是我们再做一个对比 国内的科技龙头支付宝 去年也发生了一个被起诉的案件 这是很罕见的 是人民银行杭州分行 处罚支付宝有七项细节 违反了这个就是数据保护 最终罚款18万人民币 我觉得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巨大的 对不对 那你如果永远遇到一个事 千辛万苦起诉他只罚18万的话 那他可以永远不在乎 可能这个数字确实能够说明 比方说我们国内的 对信息安全的一些保护 或者是惩罚吧 和一些先进国家比 还是有一些不同 不同 你看我们有一些观众 他们的说法也是很有意思 一位说重罚 一定要重罚 他也觉得应该重罚 但是感觉18万确实够不上重罚 如果发现有APP过度收集用户的信息 那会所有者按非法收集 个人信息的罪名入行 还一位说社会进步 法律法规也在不断完善 只要立法健全完善 技术的问题应该不难解决 再一位说 在网络世界 我们每个人几乎是裸奔已久了 现在才对APP念紧箍咒 已经来不及了 这个就显得比较悲观 还意味着说 对APP进行全线的限制 只允许知道名字和电话 其余的不可知 以保护隐私 刚才最后这个 是我想到刚才水霞提到那个例子 就是你在填淘宝相关信息的时候 他居然要求你填 比如说你的性别是什么 这个感觉就有点要求太过分了吧 这个我觉得说是完全违反了 我们其实之前有的规则叫做最少可用原则 就是说你收集他的信息 只要你这个APP可以正常运行 比如说你可能需要我的联系电话 比如说收快递的时候 或者你需要我的地址 这些是一个必须要的 但超过其他的 比如我的性别 我的职业 跟我使用这个APP 没有任何关系 这个时候完全是这些APP的商家 为了他的这些商业的利益 可能就像刚才讲到的 逐利而为 尽可能多地去收集 我们这些使用者的信息 从而他可能拿去贩卖 或者他可能针对性地进行营销 这个时候就 我们认为 那你觉得就是 什么叫做过分的收集信息 和这个恰当的收集信息 是有一个原则的 刚才那个原则 就是最少可用原则 最少可用 只要够用就可以 同时呢 如果说有一些用户认为说 我喜欢你给我针对性地发送信息 那这个时候就要用用户可选择性 也就是你告诉我 这些信息 你可以选择性地告知这些APP 可能它会针对性地 给你发送一些链接 或者等等 你也可以选择不勾选 所以这个时候 你要给我用户做选择 如果追问一句 比方说这个最少可用原则 究竟应该谁来确定 谁来判断说 这个原则就是最少可用原则 超过它就已经不是这个原则 这个标准 就是我刚才提出来 就是说很多用户 其实它不清晰 比如说我用某一款APP的时候 根本不要去告诉人家 什么我是几个孩子 我孩子读多大的 什么学历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根本不可能 那谁来界定呢 我们不懂的时候 就是专业委员会 比如说你一个产品要上架的时候 你每一个产品都有功能 我这个产品是完成 我是美图秀 秀假设 那么我就是帮你秀美图的 你管我的另外一半是职业 这个专业委员会属于独立的第三方 第三方 还是行业协会 还是市场监管 我觉得是应该有专业的委员会 聘请一些专家 对不对 既然相关部门对这个那么重视 那么就各大学校各大院校各大研究所 它一定有很多专家 那专家库的话 你肯定要成立一个专业委员来审查 这个没有什么好 说到这个问题 有人还提到说 是不是我们现在应该有一个专门 对这个APP的运营商 通过对他的这个个人信息的安全认证 设置这么一个认证的一个程序 来保证他是合法经营 同时呢 顾客他的权益不受侵害 而且认为说应该有一种自愿的方式 就是运营商 我自愿去申请进行安全认证 而不是强迫去进行安全认证 这个自愿的好还是强迫的好 如果是一个可信的一个第三方 必须是强迫的 而且在强迫的同时 这些APP应该要有一个公式或者一个选择 比如说我作为用户 作为使用者 你要有一个栏目 告诉我你到底收集了我哪些信息 因为他不断地在收集信息 我根本就不知道你收集了我哪些 而且同时要允许我去删除我某一些认为 我觉得你不应该收集的信息 这个就类似像有一个专业委员费 你这个要上架之前 我一定要这个专业人士来审查你 这个是不是必须的 产品的安全性 我如果没有检测过说 没有给你盖一个PASS的章的话 你这个没办法上架 那现在这个问题不是不能解决 只是说我们是不是真的要用 比如说我们大家熟悉的一个是安卓系统 一个是苹果系统两大系统 那么我一些朋友他们经常说 我两个系统同时开发了 一过安卓很快 但是到了苹果的时候 要上架的时候 它就审查比较严格 有时候要审查一个月 甚至说对不起 你这个因为等等的信息安全问题 我不让你上架 所以说技术根本不是问题 是你要不要这么执行的问题 那这次呢 根据这个征求意见稿 它的用词是 自愿可以通过安全性的这个审查 他们又提到这个强制要求 你必须通过安全性审查 当然了 我们今天谈的这个手机的这个APP系统 好像是一个新兴的一个产业 当然这个新兴产业呢 相比于法律来说 法律可能都相对来说有点滞后 但是我觉得里面的道理 虽然说它是一个新兴的产业 一个新产品 但是和传统产品呢 里面的道理其实都是一样的 好比说我们有一个 过去有一个传统的产品 上市之前要经过安全性的评估 比方说小孩的玩具 你必须经过安全性评估 如果没有这个评估的话 一票宝决嘛 你肯定不能上市 那么其他一些产品 比方说我们用的这个煤气灶 你也必须经过安全性的评估 没有它 你想上市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现在好像对这个APP系统 是不是也应该用一种 比较严格的方式来进行认证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TV2马上回来 旅进不止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TV2 说到手机上的APP 的确给我们生活带来了 很多的便利 崭新的消费体验 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 比方说个人信息的过度索权 就是深受关注的一个问题 那么这里面呢 有很多事值得我们关注 比方说有人还提到 一个大数据产权的问题 因为很多这个运营商 通过这个APP软件 收集了大量的数据 那这个大数据的产权 究竟是归谁 目前看好像就有不同的说法 有人说应该归这个企业 有人说不应该归这个企业 这个大数据呢 你可以有经营的权利 有管理的权利 但是产权不能归你 这个你觉得 我觉得是不应该归企业的 从道理上完全说不通 甚至说当你把原始数据 从浩瀚的互联网收集来以后 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类加工 这个时候可能你好像说得过去 这个东西我处理过了 因此它应该是我的 不对 这还是不是我觉得 因为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现在有一些软件呢 它可以从互联网世界 收集大量的图片 到它的数据库 然后用户就可以从它的图库中 什么都能找到 对不对 但是我们可以很轻易地辨别出 这种在互联网上 抓取别的图像的这个网站 它肯定不拥有 不可能拥有这些图片的版权的 所有图片都有它 归属一个出版商 或者说是著作权 个人才拥有版权 对不对 那同样的道理 我们这些大数据 所谓的个人隐私的 这种海量的信息 它是什么 就是互联网世界的一个 滴水支援的这种原材料 对不对 不能说任何一个公司说 我收集来了以后 或者说我加工完了以后 它就是我的 那如果是我的 是不是代表着先入为主原则 我收集了其他人就不能收集 那事实不是这样子的 互联网是一个开源的世界 我们看到的现象是 谁都可以不断地从中汲取信息 这个问题 雪佳你觉得有点不同 看法 我认为说 我确实看法不一样 我认为说大数据呢 它不是针对特定的某个人 跟个人信息 其实是两个概念 个人信息呢 你通过这些财产 或者征信等等 可以指定到某一个个体 比如说是我 但是大数据不一样 大数据可能就是说 我们最近 可能大家特别喜欢 买某一款产品 这十个人里面都已经买了 这是一个不特定的数据 但是你要说产权 因为产权我们也要想到说 要不是一个固定资产 要不是一个不固定资产 但是至少说 目前为止 它作为收集这些大数据的公司 它有这个使用权 或者说它 因为产权它没办法去 写说某某东西 是归我的 但至少它使用的时候 它可以去出售给其他的公司 就像我们市场上 有些第三方调查公司 它可能做很多数据调查 它形成一个报告 它可以拿着这个报告去卖钱 我认为说这个大数据信息 就相当于 它就市场上做了摸底调查之后 所销售所得出来的数据 是归属这个公司所独有的 这个老书你觉得呢 我是觉得这样子 其实里面还要具体分类 就是你大数据 如果里面含有我个人的信息 那对不起 你只能参考 你不能再次使用 比如说你购买了它的 里面有我个人的所有东西 那么你要的是它的数据 不可以才是报告你 但是你不能再真正 如果含有它个人信息的报告 本身不管是怎么样 它本来就不能卖 它现在所谓的大数据 就是不存在指定的特定的个体 就是一片云 不是说某一个个体 这个其实还有争议啊 在传统的这个咨询报告里面 任何数据都要援引出处 同时你可能需要用正规途径买来 你不能说我从网上挖来的 但是互联网同时挖这个数据 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现象是 它是通过一个无形的手 不知不觉就收起来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界定它 再次加工后的这个产品 要用不同的标准 而且真正大数据 很少是独立的说的一个结果而已 它里面就含有非常详细的 各种数据官员 所以很难得分 非常多广告这种推动 但是它很重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